在这里很高兴能够和大家的特典节目一起去学习神的道理 今天我们一起去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第二章 从第十三节至到第二十三节 今天所说的题目是《不一样的王》 首先打开这段圣经我们先读一次这段经文 很想我们明白这段经文当中的教训和当中所记载的事情是什么 然后我们从当中再去看看有什么学习 好 大家一起打开《马太福音》第二章十三节至二十三节 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若瑟梦中显现说 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逃往埃及 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 若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 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 这要应验主席先知所说的话说 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 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 警察将伯利行成女并四景所有的男孩 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闻的时候 凡两岁以女的都杀尽了 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 在拉马听见好笑大哭的声音 是拉杰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 因为他们都不在了 希律死了以后 有主的侍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 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 因为要杀害小孩子指性命的人已经死了 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 只因听见阿基督接着他父亲希律作了犹太王 就怕往那里去 又在梦中被主子时 要往加利利境内去了 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 就住在那里 这要应验先知所说 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华了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类似这样的经验 就是遇到一些人 他有一个特别的身份 或者他有一个特别的职涵 不过你纵使两个或者三个 他们有同样的身份或者职涵的人 但是他们做出来的行为表现 或者他们的投入感 其实是完全自然不同的 最简单的比如做父母 做儿女 做妻子 做丈夫 或者说职位的理计 比如做医生 律师 护士 或者教师 甚至我们从熟练的角度来看 做牧师 传道人等等 虽然他们同样可能都叫做牧师 同样叫做律师 同样叫做父母 但是其实 竟然是很不同的 他们做出来的结果 而且他们这些情况 并非逢无伦角 在这个世界很少见 其实经常我们也会遇见 有这样类似的情况 我曾经遇过有一些这样的经验 是当我去看医生 其实我从小到大 都看医生 我主要都是看中医 因为看西医 很多时候看不好的 或者涉及体质的问题 我通常都看开一个中医 中医很好 每一次你去看他的时候 他都会很仔细地问我 今天来看什么病 病有多久 怎样情况 他又跟我把脈 又仔细去按摩 譬如在哪些地方痛 他会跟我查 究竟哪个位置痛 跟穴位有没有关系呢 然后他就要务求找到病源 和病因在哪里 然后就对症下药 但是因为有时候 这个中医他就放假 或者回家 或者因为某种原因 他不开诊 那我就会去看其他附近有的 其他中医 那时候我小时候去看 那一次就是这样 我去看另一个中医 去到看的时候 我会说医生 然后有时候 因为我家里都是做中药 出家的 所以我一看他 他开那张药单 一看不看油市 一看就几把火 他那张药单 根本这些叫做什么 叫做样板药单 英文叫做template prescription 就是基本上 其实他不需要想的 这个人 他体质是怎样 不需要想的 喉咙痛 开这几样东西 那其实那些药 我也会懂 如果喉咙痛 我也会懂 金文花 白菊花 有些指数叶 去清痰火 去喉咙痛 他不管你的身体 受不受得这些东西 总之 他觉得就是这样 他有好几次 看医生 看完之后 不止他的药 也很贵 我觉得他根本 就是枉为人 为医生 所以后来我也很少去看 但其实这些现象 不只是看医生才有 譬如做律师的也有 有些律师真的很用心去看文件 帮你去处理你那些需要的律师的事项 就是法律事项 但有些律师就不是的 照抄别人的template letter 你要什么就出封信给别人 根本就完全不理会你的客户 究竟是需要什么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为什么有些人是这样的 如果到属灵的层面上面 我们会发现很多都叫做基督徒的人 很多都叫做牧师 很多都叫做传道人的人 但是为什么 有些牧师肯定是 你看见他做得很风生水起 琴棋书画很多东西什么都可以 他们去玩 去瘋 他们肯定有份 但是如果他说到 你真的听下去 真的想吐血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弟兄姐妹 其实某程度上 这个和那个人 对于他自己的身份 和他本身的职责 是否有一份投入 和他是不是真的忠诚的 去对他那份职责的身份 是一个很大的关系 今天我们开始看到更进一步的 从马太福音 我们就会去看看 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 在我们的马太福音的 开始我们已经知道 透过耶稣基督的俗谱 我们知道耶稣有一个君王的身份 他有一个很尊贵的身份 在上一堂我们已经说过 但是他这个尊贵的君王身份 和其他身边的君王 似乎真的有很大的天然之别 简单来说 他可以说是独树一次 慈无古人后无来者 为什么耶稣可以做到这样 也都因什么原因 他成为这样的君王 这个正正是今天我们去看的 这段经文主要想学习的地方 我们希望透过耶稣基督 甚至他的父母 就是约瑟玛利亚 我们学会如何成为一个真正 在上帝的国度里面 是独树一次的神的子民 这个是我们今天所看的主题 刚才我们已经读过这段经文 这段经文也挺长的 我们总共会分为三个部分去思想 或者三个题目去思想 其实这段圣经的结构是很特别的 其实整段圣经里面有三次主的使者向约瑟显然 要有一些移动 要有一些移动 要有一些搬动 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 就加插了一段有关于一个当时 在管治犹大地的希律王的事件 那我们就从这个结构里面一起去思想 第一部分我们思想的就是有关于 那三个三次上帝主的使者 被启示约失的行动 在这个一连串的行动里面 我会看到 因着信服神的指示 而能够做到读书一次 Because of the obedience to the Lord so we become one of a kind 我们再看一下这段圣经 简单一点 我不再读了 大家可以有机会去再跟着我所说的 去看一下这些经文 其实在主的使者向约瑟显然 其实不仅仅只有这三次 其实早在第一章的20至21节里面 我已经第一次看到主的使者向约瑟显然 当时约瑟还在籌取 随着可否去忧了玛利亚 因为她知道玛利亚从圣灵感应了 在这个情况之下 主的使者就在最适当的时间 就做最适当的事情 就在她最囚处 究竟什么叫圣灵感应的时候 她有一种矛盾的心情 既知道玛利亚应该不会出卖我 她应该是对我绝对的忠诚 告诉我她怀孕这件事情 其实从这个角度 约瑟只能从玛利亚而知 但是我很难接受 为什么主的使者就是为约瑟 在当时第一章20至21节 在梦中向约瑟显示 叫她明白什么叫从女怀孕 并且不单肯定了这一点 而且还要给了一个很清楚的指示给约瑟 接着她要怎样做 就是要只管娶过玛利亚成为妻子 并且怎样做 让这个孩子生下出来 所以约瑟怎样 就照着一模一样 好像主的使者跟她说 一模一样 儘管娶过玛利亚 并且让耶稣基督出世 之后他们才有夫妻的实质关系 这是第一次 但是在这段圣经里面 我们会看到另外有三次主的使者 向约瑟显现 第一次在这里所说到的 属于第一次在这段圣经的显现 就是第二章第十三节当中 在这里指到当这些博士 和从东方而来的王离开之后 主的使者就马上向约瑟在梦中再次显现 在这里就对他很详细地说 接着他要做什么 他说起来 这是一个命令式 起来即是要立刻做 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逃往埃及 住在那里 不单止起来 接着带他们走 接着再怎样 住在埃及在那里 然后怎么样 第四项 等候主另外的吩咐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主的使者又好像第一次这样 提供一个解释给这个约瑟 因为批律一定会去寻找这位小孩 并且要把他杀掉 于是从这段圣经的里面我们看到 约瑟就马上照着行旺 如果我们只想去看第十四节 约瑟又真的马上起来 然后怎么样 夜间不是没有迟疑的 立刻要起就起行 就带着 第二个行动 然后逃往埃及去 然后住在那里 并且怎么样 直等到希律死了 在这段经文里面 第一次主的使者 向他们显现祭 要走 要移民 去到埃及地 对于他们来说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挺远的 埃及地 从伯利行去埃及地 第二次在这段圣经里面显现给约瑟 就去到第二章第十九节 在这里说到希律死了 明不明白 前文 主的使者说到要等到主的吩咐 因为有个威胁 从希律而来 要杀死这个小孩 现在那个威胁过去了 所以马太的作者 马太就马上说希律死了 然后怎么样 主的使者又在最适当的时间 就向约瑟 在埃及地去显现 又在他梦中跟我说 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 因为要害小孩子生命的人已经死了 解释得非常清楚 第一个命令 因为这个威胁在这里 所以要离开去埃及 但现在这个威胁没有了 所以你可以离开了 回去以色列地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约瑟就要想一下 回去以色列地去哪里呢 似乎主的使者在这里 只是叫他回去以色列地 是不是回去犹大地 就是他们以前的伯利行那里呢 当上帝没有给指示的时候 上帝就可以给我们空间 用我们的智慧去思想 大兄姐妹 上帝在这个时候没有说 下地点在哪里 只是以色列 以色列这么大 在哪里呢 他就唯有自己想 想的时候就是说 咦?我听到 基于一个资料 当时原来有一个人物叫阿基鲁 阿基鲁是谁 原来阿基鲁是希律的儿子 因为希律死了之后 阿基鲁就承接了希律 他的父亲就成为了犹太王 若失在这个时候 就想 糟了 这样的情况 要我回以色列地 究竟回到哪里呢 如果我回到旧史那里 很可能 他的儿子也会同样 再立杀鞋领 杀了 又白费心机 走来也会多余 不过大兄姊妹 我们可以看看 主的使者 在人囚离的时候 他又会准时出现 所以第三次在这里 给我们看见 梦中又再向 若失有主的使者向他 作出清楚的指示 这次指示的 不是整个以色列地 不是你喜欢去哪里 而是去一个指定的地区 加利利境内 你去到就可以了 去到我会告诉你 停在哪里 这是一个信心的表现 加利利就从 这个可以说 从犹太地向北走 一个很远的地方 如果我记得 我当时去以色列读书的时候 乘旅游巴也要持有两个多钟头的 乘旅游巴飞到这么快 这个时候 他唯有跟着去 所以我们看看 当我们用智慧去想 如果那些东西没有阻挡 没有难阻挡 其实就容许我们去做 但如果有些地方 他真的很仔细 要告诉我们 如何做 相当地就会适当的时间 就会告诉我们 于是他们一家人 又再从埃及地真的起行 就去到加利利境 然后就走到一座城 然后那座城就叫做拿撒勒 我们稍后会详细解释 这个拿撒勒 不是偶然的 他们在这个时候 就住在这个拿撒勒的地方 因为拿撒勒当时 也是加利利当中的一个主要 而说 董事姊妹 从这段圣经里面 我们看到 主的使者的工作 都是不断把上帝的指示 直接告诉约室知道 约室表面上 在整个的这个 来来回回的活动里面 似乎只是为了保存自己一家人的性命 才这样去做 于是乎他就由巴利行逃往去埃及 然后从埃及逃往去以色列地 但是不知道在哪里 于是乎主的使者 最后就叫他落脚点 在加利利的拿撒勒城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 从这段圣经里面 我们会看到 在这个走的过程当中 每次主的使者有的行动之后 作者马太也有一个反思 如果大家还记得 我在先前说过 其实在马太福音 每逢去引用一些旧约的圣经的时候 其实都是目的去触动读者 或者随着作者马太 帮助读者 有一个指向性的反思 这个反思是什么呢 第一个反思 就是当他们要走到埃及地的时候 主的作者马太就明白到一件事情 哦 原来是应验先知 哪位先知 就是这个何西亚先知 第十一章第一节里面所说 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 第二次从这段圣经里面 又反映到在约失这个行程里面 让马太也有了反思 就是去到第二十三节最后 他发觉原来他们去到拿撒纳的原因 原来是有一个一大串的先知 曾经说过他将称为拿撒纳人的画鸟 这个传言就从这样而出 究竟是哪一堆的先知 在圣经学者里面都找不到 但是从我们所看见马太的反思的时候 他每一次都明白到 哦 原来是这样的 上帝原来在他的计划里面 是有他的指导方向 究竟为什么叫拿撒纳人呢 一会我会开估 但是从这段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 作者其实不断有道我们去看 约失他的完全的信服 其实是让我们看见 他是信服在上帝整个计划里面 他不是在走自己的道路 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会说 我们信徒 哦 我信了主 跟着我们又有上帝的灵 那我们就会自己想什么事 其实不是的 上帝要我们走近面前的道路 如何在我们生活上的生活 见证我们属于上帝的人呢 其实是有清楚的圣经的教导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很有系统的去研读圣经 细心的去掌握圣经的教导 而不是随意中意怎么想就怎么想 甚至把圣经的说话变成 我喜欢选哪一段就怎么选哪一段来 是满足我自己的欲望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但是另一件事给我们看见 直着约失他的绝对的纯服 我们怎么看到他的绝对纯服呢 我们做一些比较 每一次你看看主的使者所说的内容 连动词行动所做的事情 人物参与全部 约失都是一字不漏地去到照样而行 所以起来他就起来 立刻起来 半夜都要起 他立刻就带着 带着什么人 小孩和他的母亲真的照做 然后去哪里去埃及照去 然后在那里做什么 住在那里 然后在那里等候下一个消息 下一个啟示 所以从人来计真是很麻烦 什么侍奉主这么麻烦 相对一般人来计 我都住下了 我又在那里组织百利行 家乡住挺好 安居乐业 为什么主你要我走 神帝你要我走 真的很麻烦 不过走 你说清楚走 走走多久 走去有些什么做 对不对 我要找一份工 我怕找不到吃 饿死老婆找臭屋 是吧 会不会这样 上帝 其实上帝要我们和他同行 其实很多时候 你信得过他 他一定会带你去 那条道路 不会扩得死 而且是一条蒙福的道路 最重要的是 那条道路是能够满足到上帝 他在你身上要做成的事情 要是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 让我们看到 纵使这件事有多麻烦 他仍然按照上帝的心意 一字不留去信应着上帝所要做的事情 来到这里我们去看看 今天我们又看看 究竟我们自己 对上帝有多大的信服 很多时候 有很多人都叫自己做基督徒 西方人更加 他们不回教会 都说自己是基督徒 有些人觉得他是基督徒 家庭出生 在基督教的国家出生 他就叫基督徒 但其实 他们是否真正能够 看得到自己是否相信上帝的人 还是他根本连自己都未看清楚自己 其实可能他根本是一个不相信上帝的人 今天教会最大的悲剧之一 就是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人 其实都未能够清楚看见到 自己是否真正相信主 他们以为自己一直 只需要我在很多的教会活动里面有参与 或者在教会里面领受一些职涵 于是我自己就是一个基督徒 其实不是的 大兄姊妹 有谁不想安居乐业? 要这么麻烦 搬来搬去? 但是我们却是看见到耶稣基督的父亲约室 他搬多少次都好 他都是要有上帝的说话 要他去做 因此搬就搬 移民就移民 要回以色列冒险就冒险 只需要我信得过 你带着我的 我一定要去做 他从来没有埋怨过 我们看看这段圣经 但是今天我们看看 今天我们作为读者 作为信徒的 究竟我们是不是真的 好像马太福音的作者一样 哦!原来他的这个信服 是在满足上帝在这个拯救的计划里面 其实马太在写马太福音的时候 在他心目中已经知道 其实上帝在整个过程中有这个拯救的计划 因为耶稣已经死了之后 才写马太福音 他知道整件事情的发展 但是他现在看到 在马太的群体里面 有很多人根本信不过上帝 而且他对上帝根本不清楚 就算他说清楚上帝 他对自己是否真的认信上帝 能不能够清楚 他到底还未看得准确 怎样才能够证明到一个人 他真的相信上帝 这里就是这个主题 完全信服上帝的旨意 于是乎怎么样 马太在每一次看见上帝引渡药室 做完之后 就引用回《旧约圣经》的经文 就告诉我们 原来有上帝的计划 在药室这些行动里面 所以简单来说 兄弟姐妹 如果我们去看马太福音的时候 每一次看见有这些旧约引渐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在这个引渐里面 配合一句说话 哦!原来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能够每一次看到 上帝的子民在行动 然后能够印证到圣经上帝的作为 原来是这样的 那就让我们看到 那个在参与上帝侍奉的人 譬如在这段圣经里面的药室 他那份完全的信服 就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一个最重要的功课 上帝老早已经把整个救恩的进程设计好 问题就是 他呼召的人 能不能够真的有一个完全顺服的事 并且一步一步去完成 虽然药室不是那个拯救者 但至少从这段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 一个顺服上帝的药室 能够成就耶稣基督继续在 他救恩的路上的一个片段 之后我们会看到 玛利亚也同样有这个现象 也因为玛利亚的完全的顺服 给我们看见 如何成就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 这个发展的其中一个片段 玛利亚姐妹 我们要很仔细去问一下自己 今天无论上帝要我们所做的事 要做的事 有多麻烦都好 到底我们有没有像 跟药室一样的信服的心 因为一个有信服上帝的心的人 才能够真的给我们看见 我们真正的属灵状态是怎么样 而如果不是的话 我们就很难在这个 最恶满人的世界里面 能够仍然活出有属神的生命 你要知道 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里面 能够可以独处一次 是因应着我们能够信服上帝的指示 信服上帝的真理的教度 而不是我们故意包装出来 我们能够有些跟世人不同的行为 尝试剔造一种 我们好像学立鸡群的一种不同的表现 不是的 我们其实要直接信服 来显现出我们是跟这个世界不一样的 第二部分我们去看的 在这里就是从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 在这段圣经里面 刚才我也讲过 是讲到有关于希律王的事情 希律王在这里做什么呢 我给他一个题目 这个十六节到十八节里面 就是因他一种自尊而衍生出来的罪恶 可称之为 这段圣经说什么呢 当一个人如果是向上帝信服的时候 就可以完成上帝的心意 但如果当一个人完全不信服上帝的时候 这种人就会变成一种自尊自大的人 而当一个有自尊自大的人 又拥有权力的 就变得非常之危险了 这个时候就会产生极大的可怕的罪恶 如何显露出这种现象呢 上一堂我其实也不小心透露了这段经文的发展 就说到希律将会杀一些儿童 不过我在当时因为说到这段圣经 就引用了救药法老去杀长子的例子 去表现出一个疯狂的人 他们当自以为尊的时候 他那种有权力所导致的巨大的可怕是怎么样 要回应上文 为什么当这些博士在耶路撒冷 全开要找这位犹太人的新生王的时候 全城的耶路撒冷人都极度害怕 也是这样的原因 我们回来看这段事件 在这里我们看到 希律真真正正 在这个时候就非常愤怒了 因为圣经这里说 希律见自己被博士娱乐 就大大发怒 究竟这里所说的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要回去看看 希律自己的背景 希律王本身 他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犹大王呢 其实主要是因为他透过金钱 和自己制造一个机会 相传希律王因为曾经救过罗马军王 所以直至罗马军王就说 那好吧 那我就刺你去做巴勒斯坦地的 犹太人的王 是这样用金钱和自己制造一个机会 来获得做王的身份 所以希律王这么难得到的权力 他一定不会放过 上文我们已经说过了 其实他是借假意来 和这几位从东方而来的王或者博士 希望 似乎一起去敬拜 这位新生王 你又王我也王 既然有位新王 我们一起去看 和这个王 其实这几位博士 其实老祖已经看到了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希律王其实 是不是真的这么有诚意 最后主的侍者 就向这些东方而来的博士 就提示了 你们不要回去找希律 直接走 其实 希律祖在这几位博士 所说的内容 其实老祖已经埋下杀 这个耶稣的动机 但是在这个时候 来到第16节至18节里面 我们看到 希律真的疯狂到一个地步 他有杀错 就没有放过 所以我们看看 他觉得 他被博士愚弄 就大大发怒 在希腊文里面 大大发怒 这个大大 叫Niang Niang这个字 就是反映出非常极端的状态 一个人在情绪上 成为失控的状态 在这个时候 他就觉得 哇 我被这几位博士騙了 滚了 于是乎 宁愿杀错 都不会让这件事情 会发生 于是乎就猜派他的兵士 这个圆经说 这个圆经说的 人呢 其实这里说到兵士 去到百里行城 及到处四景的男孩 只要他们是两岁以女的 就是零至两岁的 全部杀了 圆经说的 都杀尽了 一个不留 在圣经里面 这个行动 反映了三点 让我们去看 当一个人进入一种 极度专权的时候 那种邪恶 那种罪恶 所以我用这个 authoritative evil 去形容 希律在这个时候的表现 哪些三个情况 第一 我们看到 在这里充分反映出 希律真正的邪恶动机 其实不是去拜这位王 他老祖其实想 拱固自己的王拳 是借着杀死这位 新生的王 为目的 第二点 凡真这个恶人 比如这个恶人希律 虽然他同样 好像是王 和东方而来 这位的几位博士 都是王 甚至 我们所说的耶稣基督 透过这几位博士 证明了耶稣基督 是有王的身份 我们作为读者更好的 就是从族谱里面 知道耶稣基督有王的身份 但是 这位邪恶的希律王 他看事情就非常扭曲 他怎么扭曲 他看所有的东西 都是从一个邪恶的角度去看的 邪恶的地方 他认为全世界的人 无论他做什么也好 说什么也好 其实都是对不住他 于是如何 就将所有的事情 都从个人的利益 去作盘算 并且有所行动 第三点 在这里又让作者马太 又想起一段圣经 刚才我们说了 在第十五节里 他想起一段圣经 在第二十三节 他就想起圣经 他说到是欣赏到 绝对纯服 在上帝里面 能够成全上帝的作为 这个想法 来到第十八节里面 又想起一位先知的说话 他就想起 《旧约先知耶利米书》 第三十一章十五节里面 这段的说话 说到什么呢 他说在马拉听见 浩兆大哭的声音 是拉结哭他儿女 不肯受安慰 因为他们都不在了 在这段圣经里面 其实是告诉我们 我们知道 作者马太 其实是预见到 哦 其实在上帝整个过程当中 纵使上帝要铺排耶稣 基督成为这个请求的救主 他的过程当中 是有一些难处 作为神的指民 会面对 是什么呢 就在这 就是说马拉那里 是一个地方 听见有哭哨的声音 哪个哭啊 原来是拉结的哭声 相传拉结就葬在马拉的附近 所以从这段圣经里面的记载 就是告诉我们 作者透过引用思想到 旧约耶利米先知的说话里面 就明白到 连死了的拉结 就是大家记得 以色列的子祖 他的太子 在这里给我们看见 他死了也很哭 为什么呢 在这个时候 他的儿女被毁灭 如果大家再进一步 去研究这一段隐言 回到耶利米书 原来在耶利米书40章第一节里面 有一件这样的事件 就谈论到在这个拉马 这个地方里面 原本这个字眼说到 被老哭之地 原来当时尼布加利沙王 准备去将 这个犹大国的人 将他脱走的时候 就是在这个地点里面 准备老所有 犹大国的人 去到巴比伦的时候 就下了一道命令 他说唯独一个人 就是耶利米书40章 你不能够对他有伤害 并且他喜欢怎么做 就怎么做 你按照他所说的事情去做 结局怎么样 就是在这个 拉马的地方 在这个 尼布加利沙王的将军 去到面对耶利米先知的时候 就在这个地方跟他说 那你跟着想怎么做 我有这个指令 在尼布加利沙王里面 跟着耶利米先知就说 在这个时候 我希望如果可以的 你把我安置在哪一个地方 那 这段圣经是告诉我们 知道一件事 在种种的这种 难堪被老 甚至可以说 尤大国 或者大卫王朝 已经是灭亡的时间 似乎已经没有希望 但是原来 仍然有一丝的希望 存留在其中 这段圣经的里面 作者马太引用这段圣经 其实正正要反映出 一种很矛盾的现象 我们今天信徒遇 在这个世界里面 可能很难堪 所以在前头我们说 那个绝对信服 不是我们故意做到 有多不同 和这个世界 是信服上帝的时候 所以这个世界 跟上帝的道不够的时候 他们跟我们 于是跟我们遭遇 可能很难堪 但是不要放弃 还有一丝的盼望 即使在那里 杀尽零至两岁的婴孩 但原来他想都想不到 他的行动 根本不能够去摧毁 上帝的这个救主的计划 鄧兄姊妹 盛兄姊妹 我们刚才在第一点的时候 所说到 我们去侍奉上帝的经历 其实绝对不容易过 好像耶稣一家人一样 怎样容易过 走来走去 摘来摘去 你以为移民很好笑 很好玩 不是很好玩 现在全世界 那么多人说要移民 移民走来走去 好玩 不好玩 又要去适应 但是移民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有上帝的旨意在里面的话 即使多不好受也好 上帝也仍然有一个盼望在里面 我想对于当时来计 在这个伯利行的人来说 特别是那些做父母的 如果有子女是零至二岁的 他们可能会这样想 他说既然这样 没有耶稣出现 或者没有这个婴孩出现 那我们就不用受那么多苦 那我们就可以安居乐业 不过弟兄姊妹 这种说话你熟不熟悉 其实是一种自保 自我享受 而牺牲其他人的一种思维 简单来说 是一种只有自高自大的人 让自己成为一切中心的人 才会这样想的事情 今天如果我们作为一个普罗大众的信徒 我们又会不会这样想呢 没有耶稣 那就不会连累伯利行里面的小孩子 或者他们的家人 我们有些信徒说 哎呀不会 那当然不好 是不是 这样我们哪里有耶稣 没有耶稣 我怎么能上天堂 不过请留意 其实我刚才所说 无论这个伯利行的父母 或许今天我们基督 如果这样想的事情 其实都是自私的想法 什么想法 都是从我自己的利益上去想 今天最可怕的地方是 我的信主 其实都是为了自己上天堂 享受上帝的荣誉 而去想去做的 我曾经跟一个叫做基督徒的人去分享 我说如果你信主 只是为利益 从上帝而得利益而去信主 其实你这样的信主 其实是错的 他说有什么问题啊牧师 信主有利益 上帝也希望我们愿意 如果我好 就上帝也好 聂姐妹 今天很多的教会就是这样传道 我们传道 我们传道 于是我们就有利益 上帝也得利益 其实他想说的是 上帝也得不到利益 不重要 最重要是我们得到利益 我们得到上天堂的利益 而上天堂的利益 今天要认识 今天就要得到 如何 于是将教会 造成一个越来越大的利益群体 在这个利益群体里面 他们就招聚很多的会员 谁能够 喜欢参加这个利益群体成为会员 就要享受这个利益群体里面的好处 所以为什么那些人喜欢回大教会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很多牧者也很喜欢建立大教会 就是这个原因 明不明白 我不是仇视大教会 而是很多人回去教会 就是想得到这个利益 而最可怕的是 连全道人牧师都是这样做 于是如何 建立了一个极大的利益群体 其实他所做出来的 跟昔日希律王建立一个利益群体 有什么分别 希律王的利益群体 只是他自己 或者转另一个角度 那些民事祭司的利益群体 所以他们可以享受这个宗教上面的利益 鼎姊妹 如果一个人 失去了专注上帝的旨意 就算你在今天说在上帝的群体里面 其实也是多余 今天的教会 最大的问题就是 你回到教会 你就可以在这个群体里面 互相相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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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相爱 但是弟兄姊妹 是不是这样 这段圣经不是这样的 耶稣的出现 连累了整个耶路撒 连累了百利行成的灵智二衰 他们的小童和他们的家人 是不是不幸 是不幸 世界就是这么不幸 但是这个的不幸 它成为了整个世界普世的拯救 整个世界的拯救 是要带我们去哪里 是不是得到天堂 得到利益 不是 而是让我们去明白上帝的心意 活在上帝 他要把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 要做的担当的角色 而在这个担当的过程 就是要回到第一点那里 完全信服上帝 所以为什么 这段经文 马太其实是在讲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没有完全信服上帝的心 就算你自己称之为以色列文也有什么作用 来到最后这段圣经里面 第三点 去到最后第二章二十三节 马太这位作者在这个时候看到耶稣基督的父母 最后住在拿撒勒城 他就想起 这要应验众先知所说的 这不是一个先知 是很多先知所说 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 简单来说 这一节是要讲出 救恩与拿撒勒人称号的一个启示 Servation and the name Nasarine 要讲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有一个很重要的启示 有关耶稣基督被称为拿撒勒人 这个称号 如果我们看这里 就好像很简单 称为拿撒勒人 可以进入到第三章 但是我想大家突然间会 小心圈起这个字 拿撒勒人 因为这个称号 耶稣基督的称号 是可以将来带回去昔日 这一位很著名的小先知 他的名字叫做 约拿 以及他的时迹 约拿撒勒这个名字 或者约拿撒勒人 约拿撒勒这个字 其实可以追索到约拿 书里面的约拿 他的背景 约拿他的爸爸叫做阿米泰 阿米泰 阿米泰按照 如果在列王几下 第十四章 二十五节 二王四十二十五 原来给我们知道 他是属于 这个加特希佛人 加特希佛人 是属于这个城里面的人 那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可以参考 在约书亚记第十九章 第十三节里面 有关于约书亚分地比十二支派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 原来加特希佛 这个地方 原来属于西布伦地区 所以我们回到 Joshua 19.13 在地区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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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 在西布伦地区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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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 那里的拿撒勒也是同一个地区的人 所以如果大兄姊妹我说到这里 你就会开始明白 为什么耶稣有一些文士 祭司法尼赛人走来问他 显示他两个神迹来给我们看看 耶稣怎样回答 耶稣说除了约拿的神迹之外 再无其他 看看《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三十八至四十二节 take a reference from Matthew chapter 12 verse 38 to 42 我们就会发现到 为什么耶稣是要引用约拿的神迹 因为耶稣原本他本席于这个百利行 但是他因为主的安排 转转转转 经过这条逃亡的路线 去到落脚了在拿撒勒这个城市 自此之后 这些人就叫他做拿撒勒人 这种在上帝有意的安排之下 从人看就好像错有错着 其实不是 上帝其实在这个时候有安排 让耶稣和这位先知约拿拉上关系 那你就会问 拉上关系又怎样 有什么关系呢 原来在约拿整卷的救恩历史上面 约拿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这一环是什么呢 这一环就是代表着一群为宿不少的神的仆人 他们是不满意上帝拯救全人类的这个心意 我重复再说一次 约拿其实是代表着一群的人 他们不满意上帝的救恩计划是涵过全部的人 他们只认为救恩只留在自己的身上就救了 特别那些如果欺负过我们的人 上帝你更加要他死就最好了 但约拿的历史却是告诉我们 他们都知道上帝正正要拯救的就是约拿所一直仇视的利利美人 因为他们去努力犹太以色列人 所以我们称这种叫做将上帝救恩私有化的信仰 约拿其实是反映着这一点 你没有听错 一个上帝的先知 却是带着一个错误的理解 对上帝的 其实他明白上帝是怎么想的 不过故意地去逆转上帝的心意 所以如果大家知道 约拿书里面约拿要去他死 你知道他死这个城市原本的名字叫什么 就是一个找到很多金钱的地方 他宁愿去一个这样的地方 都不想拯救人的灵魂 知不知道今天很多人 我宁愿去找金钱 我都不要救恩 我明知道上帝要拯救我 我是不要的 我宁愿要找这个世界的财路 我作为牧者看到这种情况很伤心 不过又怎么样 我只能够祈求上帝改变他们的心法 耶稣基督能够转转接接成为拿撒纳人 这一点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其实 在上帝的计划里面是故意被安排 将约拿这种错误的信仰 将它扭转纽正过来 是帮助我们去明白到 并且突破出一种私有上帝的救恩 这种想法 今天很多的教会 就是走在这种错路上面 他们认为救恩只是一些 我认为它值得救的人 于是乎怎么样 好像我刚才所说 将教会建成一个利益集团 要建立这个利益集团 最好就是抹着那些有钱的人 中产阶级 同性戀都不重要的 同性戀很多是专业人士 今天教会 轮到这样的地步 相抵者要突破这个现象 其实不只是我们这个年代 其实就算是马太的年代 他的群体也有这个现象 犹太人以为将福音 只拥抱在自己身上 但是他要将这个救恩打开 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 司徒保罗同样有这个错误 但是他能够突破起来 于是乎怎么样 将福音带到欧洲里面 明不明白 马太其实同样是在做这个工作 突破这一点 而这位的君王耶稣基督 他突破的地方 他所作的君王 与其他当时周边的君王不同 不是用他的权力 不是用他的兵力 不是用他有什么特别的 财虹犀态的影响力 不是用他的权势来爬上去 耶稣基督只是和药室都一样 对父神绝对的信服 透过对上帝绝对的信服 他能够别处一次 成为一位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再看不到的一位金独立的君王 这个世界再没有另一位 好像耶稣一样的君王 弟兄姊妹 我明白 要可以信服上帝的旨意 这个功夫是不容易做的 我自己经历过 但是就算有多难也好 我都希望我们仍然以一份信服 会跟随我们上帝 我们的神 回到刚才的隐言 为什么一个人 他们有同一样的身份 或者同一个职行 但是他们的表现可以不同 主要的原因就是 那个人对于他自己的身份 或者他的职行 那种完全的认识和认同 有些医生不懂得医人 因为他读出来的医学都不行 好像有些牧师也有 他还没读通本圣经 然后就用一些手段去按摩 我见过很多 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 因为他们要滚的是这个世界的名义 他根本连职位的本身都没有认识 最大的问题是 他连上帝本身都没有认识 而当他又没有认识 又没有认同的时候 他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 喜欢怎么做怎么做 结局 好像我们看到 有这么多自然不同的 同名銜的人 但是有些做得非常之好 有些做得非常之差 所以弟兄姊妹 当一个人 又没有对上帝有清楚的认识 又未对一个作为 上帝的子民身份的清楚明白 甚至连认同都没有 这种信徒 即使他怎么称自己为基督徒 这种都只是徒有虚名的一种表现 这种信徒 这种信徒 因为他从来不是为自己去谋求 这位君王 其实从头到尾都是为了他的子民 就是你和我 最大的好处 而去努力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对我们的主既认识 也能够认同 并且让我们作为神子民的身份 不疑得而肯定 让我们一起同心低头读 自比天父 多谢你给我们在这篇圣经里面的学习 让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是怎样 真是完全的信復 即使完全的信復 他在这个世界上 活得不同 求你的帮助 不要让我们 调为一种 糊弄圆虚的一种信仰 务求要被人觉得 不同而做一些不同的事 求主你的帮助 我们知道 如果要按照你的心意 信服住行的时候 这个过程可能是困难 但是我们深信 这些困难 是让我们更认识你 而让你更认同 求主的帮助 Amen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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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